1979年3月底 在美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里 有一盆怒放的郁金香 正在默默地等待着一位远方来的客人 到了美国第一天 我们那个大使馆的新闻参战就告诉我 所以有一盆喧哗在你房间里等待你 我当时一听我大使馆 我说谁和我送过喧哗 谁知道我到美国来了 郁金香的花语是荣誉 胜利和永恒的祝福 花旁边的卡片上写满了祝福的话语 最后的署名是张燕的两位美国朋友 而张燕与他的这两位美国朋友 已经整整35年没有见面了 一个贝勒 一个海门 他们两个夫妇 两对夫妇给我送了一份奖务 而且很意味深藏地 祝贺我的开新的历史 从此以后我们的友谊不仅恢复了 而且更进一步地发展 1979年1月1日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同年3月 张燕作为人民日报社的首任驻美记者 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报道 给张燕送花的人是海曼和贝尔 以及他们的夫人 1941年 海曼和贝尔曾经作为原华驻战的 飞虎队队员来到中国 也就是从那时起 他们和张燕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打 知道我到美国 跟海曼打电话 他在纽约 纽约离华盛顿 就有点像上海离北京这么远 很远 我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将来到九月采访 我一定去看你们 他说不行 他当时接的电话非常兴奋 他就说 他说我们已经等了35年 不能再等 明天我就来 1979年3月29日 张燕和他的两位飞虎队朋友 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再次冲锋 为了这一天 他们等了35年 当年的翩翩少年 如今都已经两鬓斑白 难忘的往事 一幕幕重现在眼前 1937年7月7日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由于中国军队空中力量 与日军相差很大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38年到1943年 中国陪读重庆 承受了5000多架次的日本飞机 扔下的一万多枚炸弹 人员伤亡 两万三千多人 灾难不仅发生在培都 延安 南昌 昆明等 中国内地许多城市 都频频受到日本飞机的欣喜 当时张燕正就读于 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几乎每周 他都能听到刺耳的防空警报声 在昆明上空响起 我们在昆明根本没有防空洞 它是个平原地 每次跑飞机跑警报 就只能跑到旁边旗下以外 郊区的树林里头去躲一躲而已 实际上是躲不了 真是 部队开始的时候 不是正式的军队 是因为美国跟日本还没宣战 所以美国不能够派 正式的工军来帮助我们 那么就召了一份志愿兵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随即美国在战机和人员上 对这个志愿大队又进行了补充 1941年12月20日凌晨 昆明乌家坝机场指挥部接到报告 日本轰炸机群已经越过云南边境 正在向西北飞行 目标直指昆明 志愿大队立即出动 拦截敌机 那天来了十架日军轰炸机 四架当场被击落 六架狼狈逃回 其中一架中途坠毁 而志愿队则无一架战机损失 志愿队出战告捷 昆明各报相继报道战斗经过 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护 志愿队也因此战成名 被中国民众称为飞虎队 飞虎队成功地阻击了企图轰炸昆明的日军飞机 但摆在这支队伍面前的更主要的任务 是保护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路上运输通道 颠面公路 这条国际交通大动脉 也是日军空袭的首要目标 而飞虎队的这些飞舞在空中的鲨鱼头战机 在中国西南上空 从1941年9月至1942年4月 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 共计击落日机300多架 给日军构成了巨大的空中威胁 1942年7月3日 飞虎队被正式编入美国空军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 依然喜欢把他们称作飞虎队 1942年 气候很艰险 很特殊的 你飞机飞到那个高度 飞不好就容易出毛病 很多美国飞行员牺牲这个道理 在天空中 飞虎队让日军飞机胆战心惊 但是回到当时的驻地昆明 有人却说飞虎队是一支 无军规无纪律的散漫队伍 最初很多飞虎队员 也给正在昆明的瞻眼 留下了完事不恭的印象 昆明那个街上 这个美国打兵啊 长期之路 每天都开着机服车 带着说机服女郎 我们的印象也不好 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张燕 可以说是一名进步青年 他以腔青春热血 为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奔走 并积极向共产党组织靠拢 经常参加西南联大党支部组织的活动 由于平素有些看不惯那些美军官兵的作风 张燕一开始对他们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从没想过要和他们成为朋友 我们的联大的一个党支部的负责人 马世祖祖祖祖 昆明城里南平街的一个书店里 偶然就碰上了两个美国兵 那么他们正在那里翻书 找着找 那么他们正在看一个 当时有英文的书很少 他们正在翻一个苏联文学 苏联文学是英文的 所以他们看的时候 马世祖祖祖很注意 他们为什么看苏联文学 当时看苏联文学 就表示代表进步的势力了 这两个美国士兵 一个叫迪克 一个叫莫里斯 他们从美国纽约 来到了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昆明 成为圆滑驻战的飞火队队员 1944年初在书店的这次偶遇 让当时担任西南联合大学 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马世祖 了解到了 这两个美国士兵 不仅对中国充满了好奇 而且对远在中国西北的 红色政权充满了向往 也正是这一共同的追求 让张晏开始了 和美国飞火队员 长达60多年的友谊 红星照耀中国 是美国记者斯诺 到中国西北考察后 于1937年10月出版的一本游记 书中斯诺描述了一个 欣欣向荣 充满了朝气和斗志的红色政权 而这一切在国外却鲜有人知 读了这本书之后 迪格和莫里斯开始 对中国西北的那片红色土地 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实际上他们是想找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的书 他告诉马仕图 马仕图说这里你找不到这种书 为了帮助这些思想进步的 飞火队队员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共产党 马仕图召集了一些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 和这些美国青年 成立了一个国际友谊工作小组 当时22岁的张燕 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 我们党支部就把当成一个 很严重的工作来考虑 所以就把我们有十来个人 英文比较好的大学生 组织起来成为他们的朋友 他们也越来越多 开始是两个人 后来就是四个人 然后妈妈就一共到了十来个人 这样子 这些美国青年 热情 开朗 坎率 他们憧憬着一个公正 理想的社会 一个和平友好的世界 张燕和这些飞火队队员们 有着相仿的年龄和共同的愿望 他们时常相聚 畅谈未来的和平生活 很快便互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明目张胆就是 大家一起玩 一起野菜 那些明目张胆 但是你谈些什么呢 你也不能够公开直讲 所以我们都是到公园里头 或者到青年会 到这种场合的时候去聚会 也就避免人家引起人家的注意 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是吃喝玩乐的一个好朋友 但实际上我们每次会面的时候交谈的 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很有内容的 想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们也就是给他 介绍给他中国的真实情况 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统治下面 共产党还属于地下状态的支持 但是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 正在抗战 因为很多 很多新闻都从那里出来了 那么但是他们并不 这些美国人并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陆陆陆续续就介绍给他们 后来贝尔登美国青年提出 希望更多的美国士兵 听到来自中国解放区的声音 想请张燕和他的同学 到飞虎队军营去演讲 张燕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他把我引到他们的会议时期 一打开门 这几十个美国的军官兵都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们了 热烈地欢迎我们 当时我们已经去还没有开墙 美国的美国的有一个军官 就拿着相机来给我们照相 医治文统子比较有经验 他比我们年纪大 他一直上次就跟他拦住 说是不行 他说他害羞 他只有这么个理由把他给打住了 这件事情后来被国民党都知道了 就到联大来追 所以是谁是什么人去的 那么联大学校当时也很紧张 也到处查 最后也没查出来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真名字 我们也没有照相 所以我没有根据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4年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 为了挽回局面 日本侵略者向中国西南方向发动疯狂进攻 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地下党组织在得到 日军将以空降散兵的方式突袭昆明的情报后 考虑到飞虎队本身没有路上作战的能力 只是张晏尽快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他的美国朋友 如果日军来袭 地下党组织将协助他们转移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也很吃惊 因为他们没想到我们这么关心他们 当然后来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因为日本打到贵州以后 被我们又打回去了 所以他就没有过来 没到云南来 不过呢 这件事情呢 后来他们的美国队的朋友们呢 把他就在72年的时候就把他公布了 写成文章了 才迎接大家的注意 他就其中这一句话呢 就讲事情是没有发生 但是这件事情 表现我们中国朋友们对我们的友谊啊 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1945年初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 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 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 提出了 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 在我们党领导之下 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 限于当时的条件 只有新华日报一家报纸 登载了论联合政府的全文 西南联合大学 党支部拿到这份重要宣言时 它是从延安传过来的游印本 张燕和几个同学 跟几个飞火队队员一起 花了一整天时间 把论联合政府翻译成了英文 搞了一整天 他们非常高兴 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就记下来 回去就给他们家里传过去 实际上他们有些人 把记忆传过去之后 在美国的报纸上就可以登出来了 所以当时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但是中国国内仍然存在着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危险 而此时 飞虎队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原战任务 这些年轻的队员 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和对中国前途的忧虑 纷纷复原回国 在回国之前 经常和张燕等同学在一起聚会交流的 贝尔 海曼和捷克 非常希望能够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见上一面 1945年8月底 在国共两党和谈前夕 通过党组织的安排 这三名飞虎队员来到了中共中央重庆办事处 并给毛主席准备了一份礼物 给美国士兵都可以领香烟的 每个月都可以领香烟的 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香烟斩起来 那几条烟呢 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喜欢抽烟 他很高兴了 他不是说嘛 他是告诉他们 你们很大方 送我这么多烟 可是你们的大使 荷尔利到延安来的时候 只给我一只眼 当时毛主席就是 天气已经下午了 天气快天暗了 我们还是出去照相了 这张照片是这么来的 就出来就照这么相像 但是没有想到这张照片 成了一个历史的见证 就是中美人民之间 有一个不可分割 1949年10月1日 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但是随后美中关系 却陷入了僵局 张燕和他的这些 非虎对朋友的关系 也被迫中断 直到1972年2月21日 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 美中关系 才得以改善 阔别中国27年的 飞火队员们 也有机会重新踏上 他们曾经为之战斗的土地 寻找当年的中国朋友 他们也不止一次 就要想找我们 怎么也找不到我们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们这人跟我们都没有自由了 所以就谈不上 他们完全不了解这种情况 没想象 想象不到这种情况 和张燕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的 飞火队员们 这本刊物到了张燕的手里 直到这时 张燕才有了这些美国朋友的下落 1979年1月1日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3月1日 中美两国互派大事 接下来便是互派记者的工作 中美之间交易和交换记者 非常迫切 人家已经来了 你再不派这种行 第一个派去就是新华社 那么第二 接着就是人民日报 两个主要新闻单位 经过人民日报社领导的研究 决定从报社外 选派一名英语能力强 又熟悉新闻业务的同志 前往美国 当时正在外文局工作的张燕 被指派为人民日报 首任驻美记者 我当时就跟他们的 人民日报的国际主任 王菲同志两人就到美国去 来到美国后 张燕渐渐地和他的飞火队朋友 取得了联系 因为张燕工作时 需要到美国各地采访 他每到一个地方 当地的老朋友便邀请他 住在他们自己的家里 张燕说 在美国工作生活的两年时间里 他感受到了跨越国界的手足情 住在那个贝奥家里头 他一进门就把一本新做的钥匙给我 就他所有的房门的钥匙 都给我一套 说你随便自由进出 你还怎么 就把我当成家里人一样的 那天我出去 我没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回来 那么我再碰见一个朋友 他请我去看电影 一时我就回来晚了 大概九十点钟才回来 回家 那么平常都高高兴兴的 这次我一开门进去 他就脸上很不好看 很不高兴 说了我一顿 你到哪儿去 怎么不告诉我 我后来我才知道 他非常着急找我 他曾把我出了什么事情 他就打电话到警察局 看有没有我的名字 又打电话到好几个大医院 急诊时期 查有没有我的名字 这种感情不是做出来的 所以我非常感动 当时我也很深地理解 守租之情还没有过去 2004年 久病未遇的狄克 付出巨大努力 终于再度和张晏 马石图相聚在昆明大关楼 亭台如故 唯有时光移去六十年 六十年以后的机会 大家都非常激动 非常想不到 我六十年 当然在当中 有好些人已经过去 已经去世 迪克他能够87岁 还能够回中国来 也是个七几个年后 我永远非常感动 在这些飞虎队队员的影响下 他们的后人都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有的选择来华访问 有的选择来华工作 海曼的后人 更是对张晏他们这些当年西南连大的进步学生 跟飞虎队员之间的故事感动至深 他以这个故事为基础 用了十年 用了十年的时间写成了小说 《战火中的友情》 现在这本小说已经被改编成电影剧本 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 如今当年的飞虎队队员都相继离开了人世 但是他们当年播下的友谊种子 已经生根发芽 并延续到了他们的第二代 第三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